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女子来说 这样有才华的俊男当然是受到很多人喜欢的 可是她一点都不喜欢学舞 自己大力就有很多高深的舞学 却艳艳打打杀杀 她和常人不同 别人练舞都是一点一滴学起 而她从不会武功直接就跳跃到高深的舞学 因为一次误入洞中 学会了北陵神功和陵波微博 这两个武功是多少江湖人士求 知不得的 她偏偏误打误撞学到了 她的人生就是从见到王羽艳那一刻 开始发生了改变 因为被揪摩赤知道她的舞学 所以就一直抓着她不放 虽然这两门武功足以打败揪摩赤 可惜她出学没多久 想要很好运用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于是 她被揪摩赤带到了曼陀山庄 从此就爱上了王羽艳 原本一事无求 要什么都会有什么 谁料到困在了一个情字之上 段玉很重感情 即使对陌生人都不舍得伤害 所以 她在失忆的时候 遇见了同样豪情的乔峰 再后来又碰上了虚竹 三人一起结义 这三人 武功都是让所有人羡慕的 后来也经常在一起 共同去对抗江湖中的恩怨 这一刻 让段玉开始融入了江湖 她不再是那个刚出来的少年 对她来说 中原的纷争本不该由她来管 但是因为结拜兄弟有难 所以 她也同众英雄一起去大辽和乔峰一起阻止战争 看似她不愿参与江湖纷争 可是自己兄弟有难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就去抵抗大军 那一刻 她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 从大辽回来之后 她也和虚竹分别了 那时 乔峰已经用性命去换来和平 而她 还有着要治理大理的责任 她开始懂事 并且登基之后观观夜夜 在段玉看来生于皇室是悲惨的 不过她自己却活得很精彩 最终报得美人归并且流传百事 伊登大师就是她的后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